娱乐圈从来都不缺长得好看的明星 要是因为颜值太高被质疑唱歌实力呢 内属实是有点惨了 今天就来看看三位争议很大 却身受央视喜爱的明星吧 猜猜有没有你家爱动呢 陆寒因为长相白净秀气 从出道至今没少被骂娘炮 不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唱功非常的强 陆寒的歌曲更是多次出现在央视的节目上 2015年发行的VIP歌曲勋章 到现在都能达到每天十万家的播放量 可见陆寒音乐上强大的路人盘 大家都不知道陆寒的嗓子到底的精髓在哪 他嗓音他嗓得特别特别高 中国特别少的人有那种 他又高音又能颤 终点 难道爱都有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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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一夜永远 我看着眉上多少时间的许愿 好想多一天 我们的明天 你自己那天唱的 仪式的美好 唱得很吃力 不需要靠唱功的歌手 心想不OK吗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 仪式的美好 这是缘 一世命中最美的相见 提起剧情依 很多人唯一的印象呢 就是美女 但除了颜值高 居静依的唱跳能力 在偶像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刚出道一年演唱的女儿情 就被央视放入了歌曲合集中 给原创许静青老师听 要知道这个合集中 还有李玲玉 李玉刚这个级别的歌唱家 所以居静依的唱功 绝对是被低估了 说什么往常富贵 怕什么结底轻轨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出新 从未有改变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大概就是我对王俊凯歌手 最好的形容词 大家印象中 那个唱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的小鲜肉 早就成长为 一名开口贵的 音色杀手了 别问爱过多少人 在一起的人 只问爱你有几分 别问太多的伤痕 如果不够想有多深 心中 再见 拜拜